这准台风凯米你看到这欧美的风场预测每天都不太一样 昨天这美国模式本来还说它可能会成为川星台从花莲登陆 不过今天看起来这模式又变化了 如果我们估在礼拜二的时候 目前模式是认为它会绕过这琉球跟纳巴之后 往中国大陆方向前进 主要是在于说这个准凯米台风现在都还没有生成 那么它的生成位置还有它的结构 这两大因素才会决定它接下来的整体的后续路径跟变化以及强度 那么以欧洲模式来讲的话 昨天跟今天整体的模式预测大致不变 但是这两个预测目前来讲还是有一定的变数存在 主要在于其实这个准凯米台风到时候来到这东半部海面的时候 受到这黑潮影响 可能这个强度也许还会再增加 目前看起来路径不变的话 发海景的几率蛮高的 但是路径有没有机会还有待观察 我们再来透过下一张卫星云图带你掌握 但它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成台呢 目前看起来它还是一个只会在扰动而已 那么最快在今天晚上到明天这段时间 它才会变成什么 热带性低气压 跟观众科普一下 从热带扰动到热带性低气压 最后才会成台 那么成台的时间点呢 目前来看如果整体环境不变化 可能会录在礼拜六晚上一直到礼拜一这段时间 这个凯米台风才会生成 所以目前看起来因为距离台湾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这个到时候影响台湾的时间 目前看起来是在礼拜二礼拜三的时候 是最靠近台湾的 所以提起观众朋友 下礼拜二礼拜三有活动的话 可能要做好备案工作了 我们再来看到未来降雨趋势 则是来告诉你这雨会怎么下呢 由于下方你看到低压朝着 双关的低压接着一个生成 所以在礼拜一的时候 就会感受到这低压带带来的降雨了 尤其在礼拜一准备上班上课的观众朋友 到时候全台还需要留意 东半部跟南部不定时会有降雨之外 午后雷震雨主要集中在中部以北地区 至于礼拜二到礼拜三刚刚看到了 主要还是受到接下来准备生成的 这凯米台风影响 那么它的外温环流 也可能会带来东半部比较明显的雨势 北部的话可能在礼拜三的时候 会感受到雨会比较明显 但是刚刚玉涵反复提到 还是叶数蛮大的 最后来看到如果不下雨的话 礼拜日之前还是高温引入的天气 以今天来讲可能会上看 包括在新北台南跟屏东地区 可能出现极端高温来到多少 36以上甚至38度的高温 那么甚至还包括 成功大学建筑系教授也预警 在台北市的万华这个地方 根据最新研究 因为它这个盆地效应的关系 再加上一些环境影响 所以其实最新研究在万华这个地区 要特别当心哦如果未来这极端天气 持续出现的话那么可能会感受到 这热到不舒服的情况会长达三个月 所以说台风还没来 这个热可能要小心 慎防热伤害 以上是这一节的气象资讯 提前五楼气象法复够的时间 熟丽在桃园的父亲区暴气上 真的帮大家消消暑气 画面看起来好清凉哦 熟丽早安 嗨 佳如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早安 我第一次享受这种被瀑布冲击的感觉 真的是好凉啊 这里我们小屋来是常常有人细水的区域 所以非常欢迎大家来玩 对 来到赤上呢 现在呢 今天啊 熟丽气象爬爬够呢 为了介绍大家呢 夏天啊 清凉的好去处 我们发现了一个呢 又好玩又安全的地方 而且呢 是野溪 这里呢 是全台湾啊 不是全台湾啊 全桃园 唯一合法的野溪汽水区 也有救生园 也有救生园 为了我们气象爬爬够 两位救生园保护着熟丽啊 可是啊 你看啊 我们就在呢 这个溪流当中啊 在这边玩水 好了 我们要边走边上去啊 因为呢 熟丽发现啊 这个溪水啊 在这个溪流当中玩啊 的确是很好玩 但是呢 因为啊 毕竟啊 这跟海不一样 对不对 是的 没错 其实呢 在这个溪流当中走路啊 真的要很小心喔 因为呢 这个溪流啊 下面你看都是石头 所以呢 我们在踩的时候 大家千万不要赤水 来这个溪流啊 你再怎么样 一定要穿胶鞋 是的 没错 而且要注意天气跟气象喔 对 因为呢 每次啊 熟丽在报气象的时候呢 都是呢 告诉大家 我知道呢 大家天气热就想泡在水里 像刚刚呢 熟丽那样 可是啊 泡在水里一定要安全 是的 是的 所以呢 这一次熟丽啊 其实呢 也去溯过溪 但是呢 这么清凉的整个泡在这个溪水里面呢 坦白讲还是第一次 那么为了宣导啊 这个夏天 既能够玩得清凉 又能够玩得安全 你看看喔 包括呢 我们呢 在桃园市政府啊 这个封管处的处长 也来到这里了 我们呢 复兴区的区长 也来到这里了 然后呢 你看看两位呢 这个消防 复兴消防队 是的 消防队的两位救生帅哥 都在这里了 另外呢 为了学导啊 我们小屋来的农业啊 农业提示长 郭安逸 我的好朋友啊 大家好 也都来了 那事实上呢 刚刚啊 这个处长啊 我体验了一下啊 这个小瀑布啊 这冲击的感觉啊 我觉得真的是啊 太舒服了 这个呢 好像就是啊 这个水柱 十八水柱啊 冲下来一样 而且呢 又是在这个野溪 这么天然的环境里面啊 真的是太好玩 重点是好玩又安全啊 所以呢 处长 赶快告诉我们一下啊 我们宇内西啊 这个位置 还有呢 就是呢 这里什么时候对外开放 这里呢 是每年的六到九月 对外开放 那后续呢 我们的温泉挖好之后 我们有野虚温泉 那可能冬季的时候 也会在年底有温泉可以泡这样子 刚刚听说呢 事实上啊 除了这个雨内西啊 我们风管处也要告诉大家 雨内西玩完水之后呢 现在也有一些暑假活动是不是 是的 针对我们今年的夏季 我们原理了一个探索北横的 六大主题的十五条路线 欢迎大家来参与 这里面有部落的轻旅行 有北横的践行 有带大家看星空 那也还有这个塑溪攀树等等 各式各样的旅程 好玩的地方啊 包括一天到三天的各样的行程 行程 欢迎大家一起来啊 尤其呢我们在雨内西啊 一票 一张门票玩三个地方啊 包括天空步道啊 还有一个什么 天空山桥 天空山桥 对不对 在北横这个区域 大家都可以好好玩一玩 但是玩一定要注意安全 对 来来来来 我们帅哥 Dick好 蘇丽每次在气象上啊 都会说 因为现在的天气都是呢 上午都很晴朗 很酷热 可是呢下午都午后晴吧 这里是不是也是这样 对 这里下午的话 都会午后的雷震雨 而且会有 我们这里雨内西有豪大雨的特报 都会提醒我们在地的居民跟游客 赶快疏散避难 对 昨天呢我在这里啊 其实因为这边都完全跟气象鼠连线 所以只要气象鼠一发布 大雨特报 豪雨特报 我马上就听到啊 你们在广播了 所以淑丽在这边 也很快地告诉大家 在溪水暴涨啊 其实是最危险的 通常在雨内西啊 昨天你有讲 对不对 只要呢这个溪水一暴涨短短多久 就可以从这里淹到哪里 大概半小时之内 就可能从我们的小腿的高度 淹到我们膝盖了 这个水流是非常强的 有可能就会这样子 小朋友一不注意 就可能会到被冲走危险性了 对 所以为了避免这个危险性 我们在第一时间呢 就先把它抵挡住 先广播 先提醒大家 然后呢如果说呢 你要知道的话 淑丽每次说了 只要你看到乌云密布 赶快就不要在水里了 赶快就上岸了 就要赶快上岸 这是第一个 而且呢 接下来你看到 溪水水变得浑浊 甚至水流加速 或是出现齐头式的水 事实上这些都有一点晚了 最好看到乌云密布 听到这边救生员的广播 我们就赶快 就疏散到这个岸上来了 好了 那当然咯 您可以看到啊 现在呢 这边啊 其实呢 到了夏天啊 很多游客就会来到我们北恒 然后呢 来到啊 我们小屋来这个地方 来细水啊 那当然了 这个季节 怪异 哇 这个季节 我们刚刚呢 已经说了 在这个小屋来这边啊 其实呢 有很多的咖啡清农 那么这边呢 渐渐的 也要呢 开始转型 有一些呢 咖啡厅 所以啊 小屋来这里 其实呢 已经啊 可以说呢 是一个咖啡廊道的地方 那么因此呢 我们呢 除了呢 可以来喝咖啡 诶 怪异啊 你在哪里啊 咖啡厅 咖啡厅 大家好 看见 现在呢 也是啊 我们这个复兴区 拉拉山水蜜桃 正式盛产 正式盛产的时候 已经到了尾声了 已经到了尾声了 我们从五月份就有五月 那七八月份的水蜜桃是最好吃的 但是因为今年气候的关系呢 所以我们到七月中旬 好像最大产的时候 但是也是到最尾声 所以大家想要享用最正宗 最好吃的水蜜桃 趁现在 赶快来喔 所以呢 今天啊 我们呢 也把最正宗的 这个水蜜桃啊 也带来了 因为已经到了尾声了嘛 所以呢 就要呼吁大家了 要吃的话呢 就要赶快了 所以呢 这个是冠宗爸爸嘛 对不对 冠宗爸爸 怎么称呼你 我叫陈荣基 所以您在这边 种水蜜桃种多久 我在这边种水蜜桃 种了蛮久了 大概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来 坐 坐 坐 我们看一下 其实很多这个如果要挑选 是正宗的拉拉山水蜜桃 你会教大家怎么辨别啊 拉拉山水蜜桃 又大又圆 那个拉拉山水蜜桃 它的特色是 它的外皮有点小小的绒毛 还有它的那个沟 沟比较深一点 沟比较深一点 我们挑这一颗让您来介绍一下 这个 这个沟很明显 那么这一个水蜜桃呢 是来自于巴林的对面的 卡拉荷 为什么它 我特别推荐它是因为那个地方 太阳比较早升上来 所以水蜜桃一定要阳光充足 水分充足才有办法 有像拉拉山这样的 眼镜吃名的这样的味道 对 所以其实叔弟好想吃一口 来 这点我可以吃吗 可以吃 其实来我们是区长 还是谁要帮我们家 我们其实在复兴区 尤其在这个农会 还有我们区长 这个非常推广 还有冠语推广 其实我们水蜜桃还研发了好多 不一样的东西 来介绍一下吧 水蜜桃乖乖 水蜜桃气泡仪 水蜜桃乖乖 还有农业局 还在西芬推水蜜桃的 双吉林 是 这水蜜桃乖乖还真啊 这是我们的拉拉山水蜜桃 结合我们桃园在地的桃园三号米 然后在我们中立的我们公寓区的工厂 好轻松 所以真的是 Made in桃园 Made in桃园 对… 吃在地 吃在地食当鸡 最棒的 对 所以你看 现在有这个 这个水蜜桃口味的 这样的一个点心零食 然后甚至农会还出了这个气泡饮 这个气泡饮是完全没有酒精的 对 有公蜜气泡饮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但是其实也很适合全家 消暑 消暑一起来喝 尤其如果说大家在细水的头时 其实也不妨在这边住 在这边旅游的时候 也是一个很消暑的饮料 好啦 无论如何 今天来介绍到雨内溪 然后又介绍到我们拉拉山的水蜜桃 已经接近尾声 要买要快 尤其正宗的拉拉山水蜜桃 相信也是大家在夏天非常消暑的水果 好啦 天气上来说 我们赶快从微星云图要来告诉大家了 天气上 大家现在把焦点都在关注 到底是不是有方台北来台湾啊 好 我们来看看 现在两个热带扰动 那么菲律宾这个热带扰动 事实上要形成台风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不过菲律宾东方的这个热带扰动呢 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 就有机会形成第三号台风 一旦形成呢 它就叫做凯米 不排除呢 在下个礼拜就会很接近台湾 不过呢 现在包括了欧洲跟美国的模式看法都一致了 就是它会朝着这个琉球的方向前去 所以对台湾来说啊 发海上台风警报的可能性比较高 至于会不会发到陆上台风警报 坦白讲就要观察了 那么这个礼拜一直到礼拜天 每天都是非常酷热的天气啊 会不会下午后雷震雨呢 我们从雨局预报来告诉大家了 事实上啊 这几天还是会下午后雷震雨 降雨的热区呢 其实都是在各地的山区 还有云嘉南地区 台北呢 大台北地区今天还有一点午后雨 但是呢 看起来哦 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大概就不怎么下了 未来呢 这几天 大家是一个好玩水的地 这个时间 因为呢 每天都很热 高温呢 几乎啊 都在33到35度 部分地区啊 都会有将近37 还有38度的高温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了 为什么今天熟力要来到 全台桃园 全桃园唯一合法的野溪细水区 也就是我们的雨内溪 还有呢 告诉大家 小乌来原来也有咖啡 还有呢 拉拉生的水蜜桃接近尾声啦 所以呢 追随着熟力的脚步 让我们一起来雨内溪 嗨一下 要把时间就还给家如咯 我们要过来 这不过 2005 我是要满水的